在家里怎么养好虎刺梅呢 大家好 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 虎刺梅在家里应该怎么养 虎刺梅也叫做铁海棠 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开花植物 它的花朵繁多 鲜艳 特别的喜庆 而且如果你养的好 能够一年四季 三百六十五天 开花不停 但很多人却养不好它 因为不了解它的习性 容易出现黄叶 黑叶 浪根 大面积叶片都脱落 不开花 甚至不到一年就把它养死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雅虎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它的习性所导致的 因此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应不将详细的解答它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虎刺梅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那虎刺梅的光照习性是怎样的呢 那虎刺梅我可以告诉大家 它是典型的洗羊植物 是不是洗阴的 很多人长期在室内养虎刺梅 其实这是严重错误的 虎刺梅是不怕晒的 它是属于沙漠植物 你越晒它长得越好 越晒开花越多 相反 如果你长期在室内养不给它任何光线 那么它会出现生长缓慢 叶片褪色以及不开花的问题 所以充足的光照是养好虎刺梅的决定性条件 好的 那虎刺梅的土壤要求和换盆技巧是怎样的呢 那我告诉大家 虎刺梅它什么土都能种 不挑土 但是啊 如果你在家庭盆栽最好用什么土最适合它呢 我告诉大家 营养土 这是因为营养土啊 它是人工配置的土壤 它是通过泥碳 珍珠盐 质石 椰康混合配比而成 包括添加了一些有机肥 那为什么用这种营养土好呢 因为这种营养土比起普通的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肥沃 除菌除虫又轻便 它不容易出现板结不透水的问题 所以在家庭盆栽呢 你用营养土种虎刺梅 你的管理难度会降低 所以能用营养土就用营养土栽种 好 说完土壤 再来讲一下换盆 首先来讲一下虎刺梅换盆的时机 什么时候换盆好呢 我告诉大家 首先第一点 你千万不要在虎刺梅买回家之后 立马就给它换盆 因为刚买回家的虎刺梅呢 它的这个环境啊 它没有适应 没有适应你家的环境 所以呢 这个时候不适合换盆 一定要让它在你家里养一段时间 开始正常生长了 才能考虑换盆的问题 那换盆第二个时间节点啊 就是一定要在它根系长满了花盆才能换 如果根系还没有长满花盆都不需要换盆 好 说完两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再来讲下换盆具体的两个实操技巧 第一个 换盆之前咱们一定要观察一下虎刺梅原来用什么土壤栽种的 那么我们换盆的时候你就尽可能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来给它换盆 这样虎刺梅才更容易浮盆 第二个技巧 如果它原来的花盆是很小的 像我这样 你换盆的时候千万不能一下子换一个太大的盆 因为如果花盆一下子换的太大 土壤太多 非常容易造成蒙根和浪根 所以我们家庭养花并不是花盆越大越好 特别是你换盆不能够贪大 越贪大越容易浪根死苗 好的 那虎刺梅它对透气性的要求是怎样的呢 我来教下大家 虎刺梅这个植物整体上对透气性要求都不高 只要光照充足 哪怕你是养到封闭阳台 通风性很差的位置 都是可以养它 这一点是非常友好的 但大家注意一个技巧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你养护的环境啊 通风性实在太差了 那么每次给虎刺梅浇完水之后啊 咱们一定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它花盆内的接水蒸发的就快 不容易出现蒙根和浪根的问题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 浇完水之后啊 一定要勤开窗通风 避免花盆内出现高温高湿 同时存在而浪根 好的 那虎刺梅的浇水习性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定要清楚啊 它是沙漠之物 所以呢 它天生的耐旱能力非常强 哪怕我们短期不给它浇水啊 它也不会干死 但是相反啊 它就非常的不耐烙 浇水过多 蒙根浪根一下就会死苗 所以我们给虎刺梅啊 千万不能浇水太多 我们要采用观察土壤的状态 来判断浇水 每次浇水之前 要用手啊 按压一下它的土壤表面 如果发现土壤是非常潮湿的状态 就千万别浇水了 因为有水 你还大量浇水 就特别容易蒙根浪根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很简单 当我们用手按压土壤啊 发现土壤非常干燥 这种现象 你就可以放心的给它浇水 理解了吧 你采用这种方法去浇水啊 它就永远不会出现 积水浪根的问题了 因为每次浇水 之前 你都用手啊 摸了土 确保缺水 你才浇水 这就符合虎次梅的生长习性 那虎次梅过冬的技巧是怎样的呢 虎次梅这个植物啊 我们要了解它的习性啊 它是非常怕冷的热带植物 沙漠植物 冬天啊 如果低于10度呢 就容易大面积冻伤了 如果低于5度啊 很容易冻死它 所以我们冬天养虎次梅 大家记住啊 一定要保温 温度至少要在10度以上 最好高于15度 这样呢 它更能够安全的过冬 这是第一点 保温 第二点呢 就是需要减少浇水量 因为冬天气温低啊 它的代谢很缓慢 削水量会减少 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大量的给它浇水啊 非常容易造成虎次梅的根系冻伤 或者根系腐烂 所以冬天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减少浇水 等它盆土干透 然后呢 少量的给它补充点水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在冬天浇水太多 好的 那虎次梅它施肥的技巧是怎样的呢 我来告诉大家哈 虎次梅在生长季节的时候啊 我们要使用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呢 叫做促生长促开花的肥料 就是它 叫做磷酸二氢钾 就是这个 磷酸二氢钾是高磷肥料 磷元素含量高能够诱导植物花芽风化 让它开花更多 效果非常的明显 第二种肥料呢 叫做HB101 就是它 HB101啊 它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受认可的植物活力素 使用它之后 可以打破植物的浇苗状态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它可以让虎次梅的根系茁壮 雅典更多 这两种肥料啊 我们在它的生长季节 需要混合来使用 怎么用呢 给您演示一下哈 我们试肥的时候 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接着呢 打开磷酸二氢钾 然后呢 取一个小勺子 咬一小勺磷酸二氢钾 撒入1000毫升清水中 快速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溶解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紧接着 在这1000毫升的清水中呢 滴入4滴的HB101 一滴 两滴 三滴 四滴就可以了 好 滴完之后啊 我们再一次的搅拌 让两种肥料充分的融合 搅拌完成之后 我们在虎次梅的生长季节啊 每隔半个月 给虎次梅像这样浇灌一次 就可以了 每半个月浇灌一次 你连续使用就会发现 你的虎次梅生长速度会加快 叶片翠绿 开花更多 效果很好 大家一定要学会使用 好的 说完了生长季节的施肥啊 我们再来讲一下 它非生长季节 就是来到了冬天 冬天啊 气温很低 它几乎呢 停滞了生长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给它换一种肥料了 换什么呢 换有机肥料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种羊粪肥 那为什么冬天用这种有机羊粪肥呢 因为啊 冬天气温低 代谢缓慢 啊 它的削水量会减少的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种羊粪肥 它是非常温和 不烧根 不烧苗的 不仅能够给虎兹梅提供大量的养分 而且啊 可以改善土质 增强土壤的有机制含量 让土壤疏松透气肥沃 预防和改善 土壤出现板结啊 出现不透水的问题 那它的用法很简单 在冬天呢 我们每隔一个月 取适当的这个羊粪呢 撒到它的花盆里就可以了 一个月撒一次就足够了 然后开春呢 再换回刚才那两种肥料 一年四季这么交替 笼换着来施肥 那么你的虎兹梅啊 会长得非常非常棒的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虎兹梅课程的 全部内容了 我是樱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 再见了